看一下就是说像是另外一档像汉蕾也是 这边就比刚刚的就是冒打更明显 其实在整个去年的11月见到高点的时候 其实之前的整个的一个投信买的非常非常的多 连续买了三五个月买了半年的一个汉蕾 那非常非常看好它的第三代半导体的这一块 那结果到了11月之后整个开始反手卖出 而且从这样子的一个趋势可以看得出来 它卖的是非常非常不客气的在卖 大量大量的在卖出 每天这样大量的卖出 那这样子连续性的一个卖出的一个趋势 当它在弃手的时候就造成了过去这两个月 整个汉蕾的股票不管你的基本面再强 它完全就是呈现一个就是非常非常弱势的一个表现 那这个时候你再看季线有没有支撑 事实上它的几乎也可以说是完全没有支撑的 就是一直往下跌 跌到现在只剩下110 从170修正到110 其他已经修正到了将近60块的价差 那这个部分呢换算的比例来说 至少都是四成到五成的修正 对于这样的一个股票来说 两个月之内从投信最爱的股票 变成投信最不爱的股票 那就要特别去小心去避开 说如果在高档的部分 投信买了非常非常多 然后股价开始有点涨不上去了 那投信又开始好像要去做一个卖出的动作的话 那就要小心 就是在高档的汉蕾的时候 这样子的一个案例就重复的去做一个发生 那它所会造成的结果就会像汉蕾一样 有可能在短时间一两个月之内 就可能股价会修正跌掉了三成四成 那像现在目前的投信 汉蕾还有将近5%多的一个比重 虽然卖了这么的多 全盛时期的时候 它还有到13% 13%有将近4万多张的股票 卖到现在的话 大概只剩下 18000张 等于卖掉了将近2万多张的股票 在过去这两个月当中 所以其实像这样子的案例来讲 就要特别的去留意 那包含像最